国民党立委蒋万安 昨天因为这个麦克风没有关 无印间就脱口说出 支持韩国瑜的都是比较没理性 结果遭到了韩粉灌爆脸书 太平市长柯文哲也去朝圣 直说这个上万则的留言内容 实在是让他笑到翻调 不只笑弯腰还笑到翻过去 国民党立委蒋万安和委员间闲聊 说出支持韩国瑜都是比较没理性 没想到被委员会麦克风直播出去 脸书立刻被韩粉灌爆 柯文哲也去朝圣 我自己讲的话我自己负责 别人讲的话拜托不要去 叫我去评论别人 不过我有上去讲万安那个脸书看 那个实在笑翻 为什么会笑翻 你去读就知道很好笑真的 保证好笑 打开讲万安脸书最近几篇天魂 都被留言洗版 有人愤怒表示 凭什么说支持韩国瑜是不理性 还有人笑说 第一次听到万安演习 不是躲飞蛋 而是躲韩粉 市长那你觉得磕粉算是理性的吗 磕粉 大部分时候来 网友很酸讲万安吃了诚实豆沙包 虽然第一时间解释 被断章取义 但不止脸书涌入留言 最后连办公室电话也被打爆 甚至还有人放话 要对他儿子不利 因为我还没有看到这则流言 因为上万则真的很难一时全部消化 那这部分我会再去了解 事实上网路留言是真真假假 但是大家如果去看 其实也很清楚可以分辨 呼吁各界保持冷静 风波越演越烈 蔡总统也表达关心 蒋万安还好吧 好来 一番话引发争议 眼看自己脸书成为 真假含粉战场 恐怕也是蒋万安 食料未及 接着台北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